嗨大家好 今天呢 带来一副眼镜装一个斯文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小波的购物分享 因为最近的购买欲 真的没有很旺盛 但是呢 买一些我觉得便宜好多 小玩意儿跟你分享一下 还有 算是一小波的三八购物清单嘛 因为发出来节点也差不多 能赶上三八的活动 然后我跟你说 就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颜值bug 当然我知道我颜值bug很多 但是也是最近发现的 脖子粗 脖子很粗 我跟你说 我刚刚特地把这个拉成V领 视觉上的缩下我的脖子 我突然好像想起来 我妈好像比我早发现这个问题 在前两年的时候 她有让我去检查 就怀疑我有得甲抗 脖子粗 大脖子病嘛 然后事实上就是 我去检测 而且化验出来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就是单纯的脖子粗吧 但是以我这种乐观的心态 绝对不会给我造成什么 容貌交流 我跟你说 不存在的 最美 有点跑题了 不好意思 咱们言归正传 我知道肯定有些人 会对我脸上这个 镜框感兴趣 有没有 有的话 扣一 我这个镜框呢 就是跟我之前 你们问Bell 那家的眼睛店 是同一家店买的 怎么说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大大的 方圆形的一个镜框 因为它是不调脸型的 无论是圆形脸 还是方形脸 还是像我这种标准的 瓜子脸 阔弧 西瓜子 都是非常的合适 我跟你们说 我这么看的话 其实我脸盘子 有些人可能就不大 但是我跟别人一对比的话 那就算是比较大的 对我这种大脸盘女孩呢 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优好 很称脸小 像这个透明边的话 看起来整体 会比较休闲 而且素颜的时候 戴非常合适 还一副这个 爆纹的 它上眼呢 会更加的时髦 我跟你们说 戴这种眼镜呢 能让我这种 五官比较分散的女孩 戴起来 五官会更加集中 有没有 就显得人会更加的精神 更加的利落 他们自重都不重 很轻的 然后它本身是有那种 防蓝光的一个镜片 但是我嫌它实在是 太泛光了 就无论你自拍 或者拍视频啊 就是 卡壳了 就是太泛光了 所以呢 就把他们的镜片 全部给它拆下来 像我今天穿比较休闲嘛 我就带这副透明的 还有买到一个小玩意儿 我觉得买的超级值 想推荐给你们 就是这个手机支架 怎么说呢 现在处于一个 全民博主的状态嘛 特别是向短视频崛起了 我是非常非常鼓励大家 假如你是想做博主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做起 特别是把博主 当做一项兼职来做 会比较靠谱 无论是拍长视频 还是短视频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说实话还是挺赚钱的 在打算做博主的前期的话 你可能手头上 没有那么多钱 那我觉得 你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买单反 像我自己的话 长视频 我是用单反和微单拍的 然后短视频 是拿手机来拍的 你前期拿手机拍 是完全OK的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 质量比较好 比较万能的一个 手机支架 像这个话 觉得买的超级值 它只要78块钱 而且它这个 手机支架的质量很好 它可以调高 可以调低 这里呢 就是一个假手机的支架 它可以180度旋转 除此之外呢 它里面还配备了一个美颜灯 不过我 因为家里有灯很多嘛 所以呢 这个我就暂时没有用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如果你是 自己在家拍拍视频 或者拍拍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 这个还是蛮好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对于博主这个行业 都是蠢蠢欲动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的话 千万别让你的想法 永远保留在你的脑子里 Do it OK 今天刚到的首饰 牌子叫做 On Force 它是纽约的一个 小众设计师品牌 不过我现在还没打开 我准备换身衣服 感觉衣服穿得太休闲了 这个就是一条 非常简约的项链 整体是金色的 然后一个小吊坠 里面呢 就是一个小珍珠 看它的上身效果 还挺好看的 我这个是质 胸有大质 像我自己平时就喜欢 这种比较简约的造型 它整体呢 材质是 纯银 度18K金 然后里面呢 就是一颗淡水珍珠 我之前在那个杨彩玉的小公书 有看他分享过这个牌子吗 我以为会很贵 但是还好 我这个项链花大概是200多块钱 耳环呢 就是这个样子 像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大大的 然后带一点圆形的 金色金属耳环 非常百搭切时髦 又已经非常非常久 没有带耳环了 好像有点 抽不动 哇 穿进去了 它这个也是 18 啊不 纯银度 18K金的 它这耳环比项链要贵 这个耳环呢 好像是三四百块钱一堆 但这个耳环的话 我会选择把这个眼睛给它摘掉 否则你 两者在一起 你不知道是该看我的眼睛的 还是该看我的耳环 所以呢 我会选择摘掉它 然后呢 我这个 长了一颗痘 这耳环好看的 就拿到手里有一定的质感 而且带有一丢丢的重量 但是不会让你耳朵感觉到重 然后它大小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不会太大 所以你佩戴起来也很日常 但是 我日常佩戴的次数也不会有很多 因为我真的 不是那种特别爱佩戴 饰品的人 可能参加一些场合呀 活动的时候会戴 接下来呢 就是Misting的防晒 这防晒也太好用了吧 哎呦 不过这个不是我买的 这个是年前他们PRGi的PR公关包裹 这个蓝色呢 是他们家的身体防晒 不过这我还没用我就不说了 这个是他们家全新升级的面部防晒 使用感超级好 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挤出来呢 是这种白色的乳霜状 然后非常好推开 整个过程呢 就是轻轻爽爽的 完全不会黏腻 然后沉默速度也很快 那吸收完呢 整体是成哑光的一个状态 像它这种肤感 就是无论是干皮或者是油皮 都会很喜欢 然后春夏天用起来也很爽 然后它这款也是防水防汗的 它的防晒只是SPF50PA3个加 像这种防护力的话 你在日常使用是完全足够的 然后呢 它也是没有酒精 然后里面呢 还有一些什么植物养肤成分 所以对我这种敏感性 也是完全OK的 最主要它非常的便宜 性价比贼高 几十块钱一支 它在平价防晒中 我觉得用下来啊 使用感真的绝了 学生党在三八搞活动的时候 完全可以冲一步 还有一个推荐给学生党的 一个好东东 就是这个 必生之严的枣C1A眼霜 这的话大概就也在一个月前 在公众号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早C1A现在这个护肤理念 真的非常非常的火 主要呢 就是白天主打VC抗氧化 晚上呢 主打VA淡纹抗老 然后这个眼霜呢 它也非常有意思 它是霜头的 像它白天使用这头呢 是有一个小太阳 它就是白天使用 然后下面有个小月亮 就是晚间使用 白天这头呢 它挤出来是一种 轻薄的乳液状 非常好推开 很水润 像它里面主打的VC呢 就是起到一个抗氧化的效果 对于我们 就是黑眼圈的改善啊 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里面呢 还有咖啡 音效果的话 一般会在上妆之前用 就是达到一个消肿的效果 然后就是晚间的这一头 像它的质地的话 会比白天的更加的滋润一点 整体是属于五霜质地 哦 这里还要跟第一次使用 VA类产品的宝儿们 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第一周最好不要 每天都涂 间断性的涂 一周大概用 两到三次就够了 因为有些人 第一次用VA类产品呢 会出现暴皮的现象 但是呢 我们只需要慢慢地去 经历这个耐受的过程 就可以了 这里面超A酸呢 还有六升胎 都可以起到一个 淡纹的效果 虽然这个产品呢 一套早C1A 只要百来快 百元眼霜中 非常非常优秀的选手 但是还是有美中不足的一点 就是它的蹦头 不是那么的好用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可以更better的 超级好用的粉扑 EverBob他们家新出的 这个三角粉扑 还有这个之前大家分享过的 棉花糖粉扑 这个有点脏 因为我今天上妆 用的就是它 像他们俩造型 就是一种Q弹可爱的 咚咚上脸回弹性 非常好 大家记住 就是你上底妆的时候 一定要用力地去拍打 你这样上出来底妆 才够磁石 而且拍出来会有一种 非常好看的光泽感 然后像他们的粉扑的话 都是干湿两用的 可能有些宝贝还不知道 干湿两用是啥意思 有没有 就是之前有粉丝问我 干湿两用呢 就是你可以干着 蘸粉饼来定妆 湿的话就是你可以打湿了 上底妆 但是像我自己的话 还是习惯用干着 上底妆也是完全OK的 假如是要湿着用的话 记住一定要把水完全拧干 否则会容易斑驳 最近一直宠新的 就是这块三角形的 因为它除了 很好的拍底妆以外呢 它遮瑕也超方便 这个角角 还有你的眼下遮瑕 鼻翼 嘴角 就是你脸上的各种细节 都能照顾到 年前他们公关礼物 又寄了这么多 七八盒 我一个人用不完 我又用不完 扣一 扣一啊 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 一飞冲天的睫毛夹 这个我不用多说 我在年度暗号品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它这个就是能轻松 夹出太阳花的睫毛 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而且它是不容易夹到眼皮的 像他们家的话 也是三八有活动 非常便宜 二三十块钱 可以冲一波 欧莱雅的诗文小钢笔 129绝美的颜色 不过你们会不会有人 对我嘴巴上这个颜色好奇呢 我这颜色是Cartell的 零四号色 它这个颜色其实是很美的 不过我现在 说了很多话 它这个颜色 我再补涂一下给你们看 它这个雅刚沉液的质地 也很洁很洁 它名字叫做半个番茄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 不是很番茄 它是有点偏浓郁一点的 莓果色 但是有点带橘调那种 怎么样 这颜色好不好看 这是我近期使用频率 也很高的一支唇釉 虽然它是雾面 但是完全不会干脆 它这个颜色很好看 它是有一种 女团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很夸张 又很日常 对不对 好看 但是主角不是它 主角 主角是它 它的颜色呢 是那种很日杂的 我看其他美妆博主 称它为杏仁烤奶 烤奶是什么颜色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偏 日杂的肉桂杏色 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水光版的 这颜色真的超级清透 很温柔很温柔 我感觉这个颜色 有点偏红茶肉桂的感觉 就是很气质的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完全把它好看 呈现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戴牙套 就是有一点有嘴涂 但是呢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 它这个水光质感 能显得 我的嘴巴会比较饱满一点 然后呢 为了它 我特意换一个镜框的颜色 这个颜色也是 春夏秋冬都可以涂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整体的质地 也是会成膜的嘛 等它成膜之后呢 就不会沾杯 给你们说 牙套卖涂口红是蛮困难的 特别是戴这种隐形牙套的 应该有人有共鸣嘛 不成膜的 简直突完之后 就是灾难的牙齿一片红 比如 随时看一下我的牙齿 有没有沾到口红 还可以 虽然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个唇色 陪我的衣服 有点把我的灵魂 给禁锢住了 所以呢 我要把它卸掉 换为之前的唇色 换了个唇色 我的灵魂就回来了 总之 细致美女呢 冲这只 元气少女呢 就冲这只 接下来呢 就是咖啡 说实话我是一个从来不喝咖啡的人 但我为什么现在 突然喝上了咖啡呢 因为 我过年胖了 胖了大概五六斤吧 但是呢 我可能就靠了两三天 这个体重 就回来了 因为胖了 所以体重上去了 你整个人就会有点焦虑嘛 我就 说喝点黑咖 暗示一下心理 但实际上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主要喝了能感觉瘦 但实际上你光喝它 然后你饮食不节食 是不可能达到瘦的效果 但是它的确是可以抑制住你的一个胃口吧 还有呢 它是可以分解脂肪的 但是它只是可以分解 并不是消化脂肪 但是你在运动前半个小时你喝它的话 那么你减肥的效果绝对会大大提高 然后我喝咖啡呢 也是为了提神 然后消肿 然后我只喝纯的黑咖 我不加奶也不加糖 我刚开始觉得苦丹现在已经接受了 然后我喝的最多的暂时是这两个牌子 一个是Branded的 还有一个是UCC职人的一个黑咖 它们两个性价比都很高 单包算来的话就三块钱左右吧 三四块钱还是两三块钱 如果你在外面点一杯美食的话 特别像在上海嘛 起码十几二十块钱一杯 所以我觉得在家里买这种罐咖啡还是很方便的 到了一种能享受 也不算上瘾吧 就是很习惯每天早上 我想吃点甜点的时候 我就会搭配它来喝一下 当然甜点呢 我为什么掉趁掉的比较快 是因为我把想吃的东西少量的放到早上来吃 然后基本上过了五六点就不吃东西了 少吃碳水 但是碳水不能不吃 要少量的吃 然后多吃蔬菜 然后还有补充蛋白质 基本上的话这样体重就很容易就下来了 还要说一下 如果你是胃不太好了 其实不是胃不太好了 一般人都不太推荐空腹喝咖啡 然后呢也不能喝太多 一天的话是我查了一下说不要超过400毫升 也是大概每天喝个两杯三杯最多 不要超过四杯 想要减肥的宝贝们 抛开手中的奶茶 换上黑咖 最后呢来分享一个香薰蜡烛 它这个品牌还挺小众的 因为这个是我刚新收到的 所以我还没有用 但是它这个颜值真的超级高 好少女心 我来给你们形容一下 我刚收到它是我闻到的味道 也是它这个主体的味道 它这个名字好像叫做 薄荷 玫瑰与薄荷 然后它的香味呢 真的是那种有玫瑰的浪漫和薄荷的清新 但是这个浪漫和清新完全不突兀 就是如何的非常好 蛮美妙的体验 我已经能想到到就是点完之后 整个家里充满的那种 奇妙的香味 这话等我使用完之后 再给你们做一个具体的分享 OK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 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参考 然后三八节呢 该买的可以买起来了 不该买的话也别买啊 理智购物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下期视频咱们约什么呢 妆容了吗 OK 记得来看